大家做節目 帶來我們的強勁嘉賓強少 強少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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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今天都很搭 穿了這個橫色系的西裝褲 我們2月24日 2024年3月20日 不好意思 有點緊張 9點45分跟大家做一下節目 看看大家進展放題 可以留一些問題問 強少的隨便問 我們要是數了今天恆子的升幅榜 我們今天數升幅榜 現在恆子在報16499點 跳了502點 跌了28點 151億成交 不算很強的 我們成交房排第一位李寧 昨天出了業績 我們稅間可以討論一下 稅申報價21.35 第二位的信義光能 升了3.91% 報6.65 第二位的安達體育 升了3% 80.02% 第四位8.68 兩隻信義系排在5名之內 1.83%升了 最新報價8.91% 之後第五位 你想起車 升了1.64% 有得升 報10.08% 踢掉了一格 你想起車1.64% 報130元的 看看 今天有一隻也很厲害的 有隻IPO 我們都可以討論一下 看看吧 升幅榜有去的 不過好像按不到出來 我先按一下這號碼 不好意思 有很多漏漏了 2509 傳訊生物 今天是一隻新股 現在升幅都很大了 升了接近四成左右 強少對這隻股份認不認識? 哪隻股份?這隻B仔 是嗎? 質地一般 不過派的格局都比較好炒的格局 看他昨天的暗盤派出來 和那個盤路都是好炒一些的IPO 但質地就一般 其實過去這18個月左右 B仔上市真的OK的 都很智慧的 有些相當市連領 名字就不開 跌了九成 還要開始沒有錢 整體B仔 辛苦都是一般的 主要都是做自體免疫和過敏性的疾病 這些都算是近年熱點的把點和方向 但是都是一半 因為很多在美國的話 做這些自體免疫也好 過敏性也好 他就算未去到臨床尾期 都是異期打喉的 做這隻B仔 當然沒那麼快游 所以整體都是慢一點 都是炒IPO的 餓了這麼久 今年B仔是約明合聯到他 然後還有一隻軍性派 供應比較少 所以這個反應就不驚訝 但是我都不建議散戶 現在這些位置去跟進 其實在港股的醫藥股來講 是不是除了一隻信達生物之外呢 其他你都認為都沒有什麼觀看性呢 好不可以這麼說呢 都還有的 13 黃衣藥 9926 康芳 都可以的 但是你一住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想做的 想買的 就先買到信達 信達 是不是跟之前一樣 你說35元之下可以拿 是不是 是啊 它今天出業績的 沒有就先看 最好就等一等 等到36、35才做 圖表就很噁心的 你都熟過我了 圖的東西 那天大成家大陰族 如果你這麼說 你說如果穿了 去到35元左右的位置才吸納 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它們全聚在 這些都是支持位 如果跌到35元向下穿的 是啊 當然一向都是選穿才買的 千萬不要亂做 沒錯 好 沒問題的 那我們講一下業績股 大家都會比較專注的 就是小米 也會有斜的消息 昨天就好像說 稍等了 我準備得不好 不好意思 有講一下它的業績的 那我先開 說它的同比增長就是126.3% 去到193億人民幣 總收入2710億的 同比微微下降了3.2% 不過 只是第四季的話 它的收入就連續兩季 有增長有732億的 這個數字在去年同期就升了10.9% 這樣就只利潤去到有49億 按年就升了236.1% 如果今早都有看到新聞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它的車好像是偏藍色 我不知道是新聞模擬還是真的是它的車 它那個走勢最近都 它呆了一段時間 之前有些設置 前幾天有一次就升了11% 現在又走回這些位置 類似都是在整固著的 對它有什麼看法? 陳照 它 往直大數OK的 都是跟瑞昇那一堆一樣 硬件有些回領銷售 但今天反應一般 主要就是電話會議 都是關於這部車的 CEO就說了一句 他自己這部車的定價會有點貴 但他相信大家會認同 這個也挺麻煩的 這個定價的策略 因為大家都在打平價 小朋友出了10至15萬的新品牌 長期下面那間OA OA 現在香港都覺得是賣的 OA 都是十幾個人在做的 在走這條路 大家都 他亦試出這些 中駕的車 你都明明是想打Tesla 這個很有保留 因為跟他一直以來的路線有些不同 即使他的手機是中高端化的 其實都說的是4至6千元的手機 不賣很高端的 就是6千元的手機 這是不是傳聞說有部手機 說要賣1萬元嗎? 他現在打的是4至6千元的市場率 就比較高 4至6千元的市場率是28%左右 其實是最高的 其實是中端的6千元的手機 不是特別高端 所以不是太符合 Brand一路的定位 所以今天股價遠一點 主要因為這部車的定價 但是28日就知道 這些東西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跟進 也是那句 電話股 硬件股也好 各樣也好 也是Apple才去硬件 難得下了170元 我不是太考慮小米 因為都升了浸 而且再上去的catalyst 你說會做中高端化 我想不到應該不買Apple 而買小米 好 Apple我們待會再討論一下 因為早幾天都有傳出 它跟Google有個合作 Google就爆上了 不過美股我們待會再說 說起這個車股 今早我跟大家打招呼 因為我看到有人問一些關於 車股涉及到你的東西 不過好像是關於美股的 我們先看一看 PC Hunter 早晨 你好 多謝你看早上節目 Chance Hello 你好 好久沒見 他就想問一隻LAC的你股 月美業績 他就六個半買 他就問你怎樣operate 不過美股 我們待會再回答 又是同一點 我們可以先說這個港股 那港股呢 我知道強少就很喜歡 應該不是說很喜歡的 比較熟悉一些叫做核能的東西 其實你說完之後我都有一些跟進一下 又發現原來它是 大家國家開始需要承認 我們需要電 核產電比較快 因為我們對電的需求比較大 當中我們港股有兩隻代表的 一隻是1164 一隻是1816 我們可以說一下1164 因為最近都好像是不是那些叫做 油價有些回落 好像見它的走勢都是比較弱 如果和一月的時候相比 有沒有什麼跟進 跟進 主要都是Rainium的價格下跌了 跌的原因都講過上一集 不要緊要補充兩句就是這個 不要緊要 美國政府出了一個補貼 就是開了它本土有些油價的礦 那些礦都停了十幾年 重新再operate 大家擔心那個供求 有些rebalance 最重要的原因都是食股 升了那麼多 環球的油價相關資產 全部都升到8% 過去18個月 你看到油價出來的錢 明顯就去了銅 然後金也有些事情 但金的原因就未必跟大宗商品本身有 但是油的錢明顯出去了銅 整體整個社會 無論是Rainium的礦的價格 還有一些礦業股 都是有個比較深度的回調 擔心又不擔心的 不是說玩完了那麼快 絕對不會 回調幅度是充足的 但是1164 它本身不是特別太有很多礦 它主要都是做貿易的 就是天然有礦的貿易 但是你要知道它怎麼說呢 它做的生意 它附屬是哈薩克 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國 現在一個在加拿大 一個就是哈薩克 加拿大的就是CCJ 哈薩克那間 還未上市 1164Javi那間是小一點 這個大致的情況 如果你想參與Rainium 趁它回調買回D的話 你猜的CCJ就會先走 港股不是不行的 1164始終都是國企 有它的網絡 但是你知道現在世界的陣型 都比較兩極 你買CCJ 你就知道你在買哪一邊 買1164就在買哪一邊 那CCJ那邊 就是不停地有新的投資 包括英國 英國在Rainium的處理 和提煉上走得很遲 它那邊要自立自強 因為本身這個供應鏈 其實就是近1164這一邊 就是俄羅斯這一邊 世界的油供應 特別是濃縮了的油 俄羅斯這一刻它還是最厲害 所以你問我 整體的行業發展 地獄遷移和投資額度 在CCJ那邊是比較旺 所以你要買 這一刻想買 Euranium 就買CCJ 你剛才提到 1164的媽媽 116的情況就不同 它就 國際的東西就不是那麼多 主要都是做一些本土的 反應對電廠 這隻就幾樣加起來 電力需求 加上一些新的機組 都批了出來 都是它做的 都沒什麼人做 還要加上中特股 預測P9倍2 4-4這幾 這些中文還是有空間可以去做高一點 今年也都回調幅度也充足 之前衝過上2.5 現在下去2.3附近都有10% 你如果問中港核兩隻 116還是1164 港股的話可以先買116 買Euranium的 我就建議你買CCJ 你猜的 不過那些油價呢 我都看到有些消息說 就是說 接下來這一兩年 可能其他對於油的供求裏面 我不肯定 是否CCJ這間公司呢 其實他們已經簽了約 其實他們的油 已經是未生產之前 就已經賣了出去 所以其實呢 接下來這大半年的時間 對那些油價都沒有什麼支持 兩體啦 供應還供應 還有一些做到貿易的 就是有些好像一車車油 拿出來炒的 有些供應協議還未必那麼長 所以整體Euranium的價格 都是強的 暫時你問我 都是一個深度少少的回調 因為反應堆的新批 真是挺厲害的 整體歐美 有些停了的反應堆 都說要打一些核燃料下去 再用回暫時 我都不太看得Euranium太差 特別是過往去年過去18個月都沒有參與到的朋友 這些位置是吸引的 好明白 我們另外再講一講一講一隻 剛才我們講過會提的業績股 那就是李寧來的 那阿秦昨天呢 都出了一些業績的 我稍等一下 我先看看 可能我都沒有披露 咦 咦 我沒有披露 不好意思 我先看看 但是我看到好像都是 今早有看過 就是說 咦 稍等到是 很脫露 對不起 應該是我今早有看過 那有說它的那個業務 好像是有增長7%的 稍等 但是現在順利就跌了2成2的 31.91人民幣 是 沒錯 那末期 末期息呢 18.54人民幣 那去年星期是46.27的 那這些大家都預料它 它差的了 去年的業務 那整體零售流水 就10至20%的低點增長 那渠道庫存 這個比較重要的 那按年呢 就下降一個中間位數 就是我想是4至7%左右 這個比較重要 那之前李寧 李寧曾經試過一度很慘淡 那個很慘淡的歲月 就是庫存比較高 那所以 那中國的體育用品行業 那個期間都學了很多東西 特別是在庫存的管理上面 在向外國學了很多 那不會再拿著舊貨這麼久的 那整體庫存 就下降一個健康一點的增長 還要單是去年第四季 零售點的流水增長 按年升了20至30% 線下就是20至30% 但是零售直接營銷 就是升了五成至六成 去年第四季 那是幾強勁的這件事 因為職營店賺錢 怎麼都多過你做批發和特許經營 以前他做特許經營比較失敗 那個經驗 現在轉回到職營 而且50至60%增長是收貨的 所以今天反應也正勞 那他純論不要說什麼基本面 說圖表的話 在這個3月12號那一棍都很帥 那今天先追蹤 那最棒的就是他曾經打回原營 整個3月12號的走勢 上天打回原營過 那今天再重新回憶 都很帥 那短線你零肯炒 有人肯跟的話 上回那24元試一下 試一下3月12號的高位都OK的 那短炒都有10%的空間在這裡 都不錯的 但是你信不信他私有化 全民私有化的消息 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他這麼大隻 誰肯給你私有化 554億 那他不是新秀麗 因為他的街貨比較多 新秀麗就是你私有化用的錢 其實不多 但是你來私有化用的錢 你很多 今時今日如果只是中資那幾間 給不給到這麼多錢 街貨成68% 機構投資者都有大 都有1 2 3 4 都有5個 那你非凡李寧自己拿一成 那很難做到之後 好 那大家可以留意李寧的走勢 那強少就說 如果現水位呢 那還有一成的空間 即是大概23個多至24元左右 那可能大約120天線左右的位置 那再和大家打招呼 跟進下大家的放題問 放題給大家問問題 那精明文案珠珠早晨 那hello 強少 之前問1164那些都ok的 媽媽問了101164這些都答了 那可以留意 那long learn gogo Amazon 看一下先 那還有少許港股問題的 我們回答一下就再進入美股了 那Peter Lee 那持有兩隻最近很強勢的 3993和358都是資源股 那他就說他分別都有微利的了 那他打算要走這隻先 那他去問你減哪隻好啊 微利那當然先走3993先 358就不要走 358都買得漂亮的 那然後同價上 那應該2月20號那一集就說紙巾的 那都是金、銀、銅、油 都是那幾類的 那紙巾一個月升了兩成四都交到功課的了 那358就跟著紙巾上了 那紙巾半隻金半隻銅來的 那358就全隻銅 那同價都挨近52周高位 有他走多一陣 那不單止 那第一次升同價 然後升銅礦 美股的銅礦升到八百聲 那在港股來說 在港股來說 那個momentum 那但是 開始滲到那些1888做銅板面的共識 那整個銅的cycle 似乎形態都是剛剛開始的 那所以可以 3、5、8給多一點時間 他先吃了一隻3993 咦?這隻劍刀好像都有一些看頭 是啊 因為他們加了價 那個免板加了10元人民幣 都成一成的價幅在那裡 那昨天公佈的東西都是 好像是不是就公佈業績 這個都好像 公佈了的了 他出了業績的了 業績是一般的 這個派息也都減了一些 那都是炒回 跟著同價上去的 建韜也是 嗯 那剛才你也提過紙金 那如果現在這樣說 還能不能去呢? 但是我看在美股那邊 那些金礦股其實走光都是一般 紙金炒銅了 這一陣子 上次來2月20日分享的 299 2成4 有的要開始想食股 沒有的就不要選紙金炒銅 是的 都是一些比較高貴的事 剛剛才講完去到 就是同這個 cycle 去到同的面板 就是你想都是想100% 你要做追 要賭的話 都要賭100% 但是自己看著駐馬 好 明白 那我們就講一下美股 剛才說有一隻股 去到美股的時候 我們都會講一下 有一隻就是SMR 一隻就有涉及我們剛才講的股 有講一些關於一些 可能是一些核電的概念 其實在美股裏面 其他的關於一些 油啊或者是一些核能 我都有留意的 但是留意到這一隻 其實的走勢 之前來講是特別強的 不過昨晚呢 有一個帶回的情況 其實這隻股呢 跟其他我們看的股 有些什麼分別呢 它可以有一個這麼強的走勢 其實很大的 這兩支揚租 成家也很大的 它呢就是做一個 新型的反應對 你當它是一隻微型版的 Turl Power 當然它 以它的尺寸各樣 其實就是一般 整體的業務各樣 都是炒一炒一炒的 這些美股 那為什麼昨晚跌得這麼厲害呢 那 Wales Fargo都說了一點點 那 出完業績就一般 一般的 沒有錢賺的 那 一般公司 那 那 虧了1.8億的 美金 那 Wales Fargo 就出了一個 跟進的報告 大家一起散水 這些美形 你當它是這樣的尺寸 這些film 你當它是一隻 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真的輕水 反應 那些新型也好 什麼型也好 不會是給你做 Project 都不會是 給到你 那 Wales Fargo 昨天就將它由Eco Waste 減到減前 所以都帶動了整個 整個的 整個的 目標都是給他四個半 那這些公司還不可以 那它做的 那些Project 在 在羅馬尼亞 這些 前蘇聯 加盟共和國 那些人自己認識的 這些Project 可信度 Credibility 都比較低 加上大行這樣 就倒了下來 都是核能的東西 買著Iranium 真的做新型反應堆 那些 還沒有上市的 也都不會這麼低估值 去上市 這隻Trust呢? 這隻Trust 可以不可以? 這隻UU這隻 UU當然很多 但是要留意現在那些 這一類的Trust 特別在美國上市的ETF 而且是有 有這個 信 怎麼說 信託形式的ETF 要留意它 是否在那個 收稅的名單那裡 對 因為如果它有 LLC的ETF 你要收 買賣 買賣要收10%的手續費 純粹是美國稅務法律 你要看清楚 很多香港券商都不做那類的ETF 買都買不到 是比較麻煩 你不是美國稅務居民 就有這個問題 一般美股就沒有 某些ETF 就需要給這個稅額 純粹是它的結構的問題 沒有關係 它是不是行不行的事情 另外 美股如果你收息的話 一般就收了三成 抽了三成稅 才打到你戶口裡 這些是一般的 但是那一種的 信託形式成立的ETF 每單交易都要收到 要收到的10% 這個要留意 所以都是買個股 你要核能的 都是CCJ先 好 收到 那我們就繼續看看 朋友仔的留言 先看看 PC Hunter PC Hunter問你是不是單身 不是 PC Hunter可能你要失望 Transley他就說 買你不如置利的ETF 智利的ETF都有看是什麼 知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這個我都不太知道 因為全球出產理的大國就是智利 智利在說很多這些理業的資產 要國有化的 這個邏輯不是錯的 是OK的 理我就一般 你但是我今年都看到 內地的分析員都是看 平均價都是7萬8千一噸 現在正在做9萬一噸 其實都還有十幾%的下跌空間 這個我是看分析的 你是跌的 如果你想在這個行業買 你可以選一隻電池股 當然你在香港看 每個都是寧德時代 但是寧德時代其實很弱的 美國的那些SK New Energy 或者LG Chemical 都有ADR掛的 這些就會比較好 是的 有沒有些號碼來看一下 有個Sticker來看一下 那兩隻你在韓國股市買的比較好 因為美股的ADR 都是那一句 整天都做不到 很多券商不會做一些OTC的ADR 未必買到的 你這個應該都看不到韓國股票 韓國的股市都很難買的 主要都是靠美國有掛的ADR 那些三星電子 現代汽車那些都買到的 其餘的有些有掛ADR 但是成交都很變 所以這裡 這裡我們不要找太深入去 他們有興趣才自己來問我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繼續看一下那些問題 有些去了港股 不過我們都講一下那些Coin Coin有沒有研究啊?強少 當然有 他想哪一隻Coin 什麼產品 我自己就一般的 不過最近都有一些study 因為都需要做節目 都需要一些知識 雖然Bitcoin都看到 大約是7萬2千多的位置 有些回調的下來 另外我留意得到 這一輪那個叫做 以太幣的走勢 就沒有跟得那麼好的 另外有一隻 可能是我自己不熟 我才覺得它新的 有一隻叫做Solena的幣 反而有做得很好 其實我有study過這樣說 我知道以太是有一些技術 可以做其他NFT之類的 Solena其實都是有有關的技術 好像會說新一些的 成本低一些的 用電少一些的 類似是這樣 我不知道對不對 大家可以correct我 如果我不對 其實在這三個幣方面 有些什麼看法 或者可以有些什麼 告訴我們 有些資訊可以跟我們說 Bitcoin沒有什麼補充的 大家都知道那些基本的東西 Ethereum為什麼跟不足 有兩個主要原因 就是本質上是不同的 Bitcoin的本質 比較像是價值儲存的 當然它一開始出來 整條鏈是賣交易類的一種貨幣 但是這麼多年來的演變 變成了一個價值儲存 你當它是Red3版的黃金 我們不會拿著黃金出去 跟別人說你跟我以物易物 我吃茶器給你 挖0.1克的金給你買單 這個本質有點不同 Ethereum一直以來的發展 都是交易類的 真的用來買賣 用來創造其他一些的價值 Ethereum下面有很多衍生出來的鏈 我們有機會再討論 這個本質上是不同 但是呢 為什麼它特別差呢 近期走的 就是它都準備要出ETF的 一些投行 開始在籌備 一些Ethereum的ETF 但是市場 對它們可以做到的成功率 股算是比較低 就算它終有一天 是一定要批的 但是似乎近期獲批的可能性 就比較低 有些投行的ETF 直接退遲了自己的預期推出的時間 所以跟得不太足 另外本質上 Bitcoin的那條路線圖 供應的路線圖 大家都知道是會 所以每一家四年就減少 但是Ethereum就沒有 無限的QE 所以這個邏輯就並不是說 Bitcoin升那麼多 Ethereum就可以跟上那麼多 本質上是不同的 至於你剛剛提到Solana 是過去12個月左右 冒起得比較快 這條鏈很紅 它給你參考數據 怎樣看你這條鏈 所以說這條鏈 紅不紅 或者是有些人參與 就是看它的Activity Activity包括什麼呢 就是開口袋 轉入轉出 交易 因為很多鏈 所有的交易 其實不單是買賣的 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服務 涉及在裡面 我不詳細地說 為什麼它是紅紅 就是看它的Activity Solana剛剛三月中旬的Activity 單日的活動量已經超越了Ethereum 順計活動量來講 已經是第二大活躍的一條鏈 所以非常好 但是當然Solana是有它的問題 就是真的用來用的人 就會覺得它可持續性其實不是太高 而且有多少問題 真的用出來的問題比較多 不夠Ethereum那麼成熟 那這一陣的走勢 純粹是由油脂去炒這條鏈 很明顯的 你當是在股市裡面炒完一線 就炒二線、三線 最近最熱的都不是這三隻Coin 最熱的就是所謂的AI類別的Coin 有幾隻都 有的出來揮手 有經常跟我談Coin的觀眾 有幾隻AICoin 就是過去一個月升到1.5至1.6倍了 昨天又縮了一些 可能一個月升到1.3至1.4倍了 有幾隻Coin 那些Coin又不是騙人的 你知道NVIDIA在搞大會 有幾隻Coin 這些AICoin 或者是AI相關的Coin 那些創辦人都在那裡有Panel發現 是一個幾重大的戰略的肯定 Media承認你這條鏈 其實是做得不錯的 其中有些Coin 叫Venda Venda就是做 它這條鏈做出來 盤股初開 是想做GPU的share 即是將GPU的應用 將它tokenize 那再詳細的東西 你們現在真的有興趣 我才再share 有一點複雜的 但是這隻Coin都相當紅 就是一個月升到1.5倍了 都是那一類的concept 那所以Coin或者cryptocurrency 現在的情況 就是炒到三四線的潛力股 就正在炒一隻Bitcoin 那當然昨晚Bitcoin整個市場都會 但是整個市場相當的浮勃 那比起21年那種只炒coin 其實整體Web3 Cryptocurrency的應用 真的寬了很多 連帶上AI和圖像生成等等的應用 整個community都很活躍 那是好事來的 因為21年那種真的只炒 有一些不懂的錢進去炒 這一陣是應用是闊了很多 應手升 在Bitcoin的ETF出來之後 也是高了很多的 那當然在香港是落後 整體大家都還在說這個 是騙人的 這個頻道是騙人的 我們整監 每天都在這裏出這個 昨晚也有出 每天都在這裏出 那那些散戶不是怪大家 那散戶怎麼參與呢? 你說到這個世界這麼空險 每個人都壓你錢 那你們是沒得參與的 是啊 還有我們經常都看到那些新聞 那時候交易又說給人肩膀 幾百萬這些 跟著騙人又多 那變成是戒心都不小的 但是如果聽你這樣講 總結的話 那其實那些AI coin 我知道有三隻 但我也不太記得那些名字 那其實他們的潛力相對是比較高 因為我有看過 為什麼他們叫AI coin 就是說他們有一些技術 其實是將來可以融入 在一些AI發展的裏面 如果你是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那幾隻小的AI coin 當然那個潛力比較高 幾個不同的主題 剛剛說的Render就是行GPU 所以它跟NVIDIA特別熟的 那有隻叫Near 很容易記的名字 Near 這個是算力類的 那還有FCT FCT又是AI類的coin 其實他們的特性不同 那你問我最適合的 會是Venda先 因為始終都是關於GPU的應用 那它會連帶Media 新的GPU出來 都會有它的應用在這裡 那你拿著那顆Coin 就可以拿到一些GPU的算力去用 算力的東西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做的 你可以用來挖礦 可以用來做你自己的模型 就是模型去做一些運算 也都有 所以 所以 真是好炒的 會先是Venda RNDR 你這裏沒得看報價 大家自己有 沒有 是的 還有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等一下 免得反了法規那些事情 有合法平台的 香港有合法平台 只要大家合法平台 只要大家合法平台都開 可以幫你交易嗎 可不可以幫你交易 除了持牌兩家之外 它那些可以 只要它合法持牌 你在那裏開了合法的戶口 就可以交易到 是的 是不住合法的 好 但是如果我們講開這些Coin 雖然這些未必人人有戶口 但是其實呢 美股裏面都有一些 就是比較參考 就是關聯性比較高 那這一隻呢 應該是這一隻 那其實這些都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跟走勢 跟回Coin的走勢 是不是 MicroStrategy的概念 為什麼過去過幾月升得特別厲害呢 因為它 一向NAV對於Bitcoin 它帳面那個價值有折讓的 那就突然間好像大家一個多月前 發現新大陸那樣追回那個折讓回來 那它在高位的 高位的時候就平水的 跟它那個Bitcoin的NAV就平水 那跟著高位就配股 跟著籌了錢 那昨天跌得多些 除了Bitcoin之外 就是它的CEO有些減辭 所以有些回調 那你問我買Bitcoin和MicroStrategy 那時候你看一下它那個資產折讓 有沒有再出現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直撥 如果沒有的話 那當然是買Bitcoin ETF 就是我的立場都是 你沒有這類的資產 最好的 你想一個長線發展 你開個貨幣 你說我不是的 我只是炒股票而已 那你就買ETF 那你都玩到沒什麼好玩了 要挑戰高難度了 要做Trader 你才去買這些所謂的相關股 嗯 好 明白 那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那個Apple和Google 早兩天出了一些合作的消息 那剛才你有看到 就說你有多看好Apple 是不是?我有沒有理解錯? 但是我對它的感覺 還可以而已 但是你有對它們的合作 或者個別 就是Apple和Google的看法是什麼呢? 它們這個只是權宜而已 這個是指標而已 就是它是想將Google的Germany 就放進去IOS那裡用 就是將它的下一代IOS18 6月就會出 加一個AI的功能 就踩了腳進去AI的世代 這是第一 但是其實它們本身有in-house的團隊 就是做AI 那當然是長線的發展 它有一些模特兒 其實它內部已經在試用 有一個是克服的 在Genius Bar用的 都在美國的Genius Bar 已經在內部測試 準備要面世 這是第二 第三 它們AI團隊出了一篇論文 那論文內容的質素 就 CheckGPT 3.5以上 要求4 當然它要組算力 都要時間 怎麼組算力 就是在NVIDIA買芯片 但是算法來說 它是有GPT 4.0的級數 那它 AI 那些人說它遲 其實它是不出聲 它是正在做的 那幾條腿走路 那最新上 我們都買了一間AI的startup 叫Darwin 整個團隊都入了 入了它AI部門工作 所以這幾方面的發展 顯示到它在AI的進程 其實都提速近 特別是未來12個月裡面 整個蘋果產品鏈的生態 會開始改變 多了很多application 其實就算你現在Siri 都是一個初階的AI 都在初階AI裡面相當聰明 所以不擔心AI落後各樣等等的東西 那當然你在它的設備 注入了AI的功能以後 那就是另一個故事 因為開始新的門代 大家近來的硬件方面 特別手機方面 都不是說什麼鍵底 開始說一些AI的手機 你看到很多手機設備 鼓勵炒了兩三天 就是AI手機 AI手機不能夠不如蘋果的幾一份 你說現在這些價位 這些銷量這些價錢 未計AI的增值 未計其他的生產品 或時代的Vision Pro 當然那樣東西要時間 去發展出來一個新一代的硬件 但是這個是下一代的主力明明一定是 短線有介入AI的功能 iOS的18 中線有in-house的AI 長線還有一些新的硬件出來 我看不到為什麼不選Apple 但是如果它和江湖的這個合作 因為一個是做研發更厲害 一個是做產品更厲害 其實這個合作你認為 哪一個的相對利益比較大 如果真的要這樣承諾 你排面應該是Apple大一點的 你排面應該是Apple大一點的 排面當然是Apple大一點的 但是它的交易還沒出來 你不知道每年要給多少錢Google的 但是即買即用來講 Apple的好處當然是多一點的 還有那一宗新聞 其實它不單止是和Google談的 它和OpenAI也在談的 所以這個 如果這些協議簽得出來的話 我不能夠想像那個iOS 16 會是怎樣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Apple你覺得OK 我沒有按錯 那麼小的嗎 我不是按錯 是不是應該看另外一個 是不是不是看這個 因為我很少看這隻股票 Google A 其實是不是 不好意思 我其實都不太認識 其實A和C有什麼分別 因為Class不同的 投票權不同的 我看到它股價走勢差不多 但是這麼小 其實它又沒有什麼特別 其實如果二選一 因為這件事的話 都會選擇Apple 比Google多 雖然它也是一個 為什麼 還是選擇Apple 因為我這件事 都是Apple 好 明白 那麼我們就最後 都講一下匯率 因為昨天 日本 全世界都看著的 因為就說要結束 由07年開始的負利率 最後呢 其實只不過是由-0.1 去轉成0到-0.1 跟好字都沒有什麼做事 都差不多 結果呢 那個日圓的匯價 就總約過之前的 令到日股又創新高 其實這件事對強少年的看法來講 你意不意外 不意外 沒有意外 沒有意外 會不會覺得它 理論上 你說它減少很多 但是又可能它那個 走勢都會變回 跟之前可能這些位置 差不多149、150 但是比之前還弱 會不會令到 大家看到它都沒有加息 這件事 令到更加多人借日圓 有一個新的沽壓 令它走得這麼急 昨天也有少少 好像有一串都比較大些 那個波動 純粹來說 主要都是直田和蘭 公報完的記者會 公報完取消ICCC的記者會 廣東名就是 通脹的條件 持續性的條件 就不是太充分 所以他們要維持一個 比較寬鬆的環境 廣東名它都不會加得太重要 那這些傢伙當然 當然是夾你了 你們全世界 我都不知道 Youtuber也好 分析員也好 經濟師也好 講日圓拆倉 講了18個月 全部都在做夢 就是 因為它大眾 他們講完的訊息 大眾的解讀是很偏差的 它是取消負利率 它不是實行證利率 差很遠的 它是有負面倫 它不是有負面證 就算它變成正利率 很低的正利率 你計算通脹下去 實質利率都是負的 美國現在息口高位 四里幾 加上通脹 它是正利率 實質利率都是正的 所以是差很遠的 不會有這件事 大家突然間 因為日圓的利率 由負變零 或者輕微的正 然後拆了倉 走回去美國 借它兩里幾 實質利率的錢 沒有可能的 這件事 不會因為 說完一句話 動完YCC 24小時內 大家就會拆了倉 然後走回去美國 這麼天真的事情 會出現的 是不會的 這一刻 就算它變輕微的正利率 就算它變輕微的正利率 仍然是很便宜的 你去拿著那些日圓 是的 是的 但是純粹在日圓來說 現在這些位置 迫近它歷史的低位 是的 在accuminate 純粹買一個 currency來說 是很吸引的 現價的日圓 那我也是那句 你就算買錯 你買現貨日圓 你都未必說真的買ETF 你買現貨日圓 買錯了 你去旅行 你可以損失的空間 其實可以買房子 其實 是的 你去買了Low 去買了Low 買了日本而是Low 沒什麼問題 嗯 好 這裡用一點時間 帶回一些資訊給大家 那想看一些外匯的走勢 都可以用Z.com這個Forest 那裡面呢 就有一些實時的市況的報價去看 也都有一些虛擬的練習給大家使用 那費用是全面的 登記都很容易 用一分鐘就可以了 那一個個影片下面呢 就有個Discretion Board 還有一個連結 還有可以掃描畫面上面的QR Code 做一些登記的 那都有些朋友仔想和強少打招呼 那這裡有Lowson Leung Yim Chan Sanman Sif Lo Lily Chow 有Eric Sylvia 那大致上都是這樣 那Tong Simon早晨 Hello 你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多謝強少跟我們分享了環球的資源 外匯啦 股票啦 等等啦 那希望大家都覺得我做得OK啦 那強少當然好啦 我都是他的粉絲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先啦 那平時下 好像強少下午也有節目的喔 今天下午是不是都有啊 好像 是啊是啊是啊 創新有直播 1點半啊我們 是啊 那如果有些問題還沒問完的話 就可以1點半進去問一下 強少他有更加深入啦 還有那些Coin呢 可能可以再問他多些都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先啦 多謝強少 多謝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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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呣 喔